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还有线上的许多的福音朋友 我们今天呢 已经来到我们讲 圣经中的人物的第五篇 那么前面呢 我会用一些大概几页的 把过去的很快的做一个 summary 然后呢 我们会接着来看 今天我们的信息 今天我们是要来看 撒末尔的执事 那撒末尔 神是给亚伯拉罕有应许的 因为亚当族类呢 堕落了 离开了神了 犯罪了 神后来就放弃了亚当的族类 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 应许他将会有很多很多的后裔 也应许他的后裔 要得着美帝作为基业 但是以色列人 后来就从美帝离开了 下到埃及去谋生 在那里被奴役 做了苦工 那埃及王的呢 势力非常强大 他也是顽梗绝将 决定就是不让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神借着许多的神迹 让埃及王 法老和埃及人知道 这位活神的名字叫 耶和华 没有人能够抵挡 这位活神所决定要做的事 他说了 必定就做成 神借着摩西 把以色列人带离开了埃及 经过旷野 后来又借着约书亚 把他们带进了应许的美帝 神要把美帝分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完全应验了 圣经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原则 就是神怎么计划的 神也向人启示他要做什么 然后到了事情的时候呢 不管外面有什么样的环境的阻扰 神是一定会让他所说的话成就的 可是以色列人进入美帝之后 他们没有听从神借着摩西和约书亚的吩咐 他们就忘记了神 也不听从神所说的话 更不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 于是在进入美帝的第一代过去之后 有另一代的人兴起 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过的大事 他们跟从迦南人去拜各种的偶像 离弃了拯救他们的耶和华 接着他们有各种道德的败坏 不公不义的事情都显现出来 但他们就是不肯悔改 归向耶和华 即使耶和华神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拯救 也差人去警告他们 可是他们就是不肯悔改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把他们交代视为的仇敌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 再也不能站立得住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有三百多年 那么四世纪最后一节呢 讲到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个就是善恶知识树 到了后来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向神独立 每个人我们自己觉得是怎么样 是对的 我们就去做那件事情 没有人祷告 没有人来投靠 这位创造他们的神 然后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祭司 还有也是做四世的以利 还有他们一家的败坏 到了四世时代的晚期 以利做祭司和四世的时候 那是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刻 以利的两个邪恶的儿子 藐视耶和华 他们的名声恶劣到了极点 神借的一位妇人 哈拿的祷告 赐给他一个儿子 撒姆尔 使他脱离不欲的羞耻 而哈拿也甘心乐意的 把这所得的儿子 终生奉献给耶和华 那么神在这个时候呢 几乎是无人可用 没有人愿意跟神来配合 那么哈拿的祷告 是在祷告中呢 求神纪念 拿去他不欲的羞耻 但是呢 神赐给他的儿子 他要终生来献给耶和华神 并且他还说 这是借给耶和华神 这位富足的神 可是在地上 没有一个人跟他配合的时候 好像是非常的贫穷 那么哈拿 祷告 这个儿子呢 不是为他自己 他是要借给这位神的 借着一场跟非利式人的战争 神厉害的审判了 以利和他的两个邪恶的儿子 撒木尔后来又借着祷告 劝导以色列人除去偶像 专心一意的归回耶和华 撒木尔也借着祷告 跟呼求耶和华神 为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式人 圣经上记载 于是在美地上 那个敬畏呢 就平安了二十年 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进入的呢 就是讲撒木尔做事实的执事 在圣经里面 没有太多的讲说 撒木尔做过什么事 那么唯一呢 就是这两句话 在撒木尔上 七章十三节之后 撒木尔做事实的一切日子 耶和华的手总是攻击非利式人 于是在撒木尔的带领之下 以色列人收复了许多 被非利式人夺去的土地 好 就在这个七章十六跟十七节两节 讲到撒木尔 他做的什么事情 撒木尔每年寻回在 伯特利 吉甲 米斯巴 各地 在这几处 审判 以色列人 那我们可以看见 他这里头呢 就列了三个城市 那后面还加个各地 那显然呢 撒木尔当时呢 走的这个路程呢 是不止这三个城市的 可是圣经 却特别提到 伯特利 吉甲 还有米斯巴 这三个地方 那么接着这句话之后 七章十七节 随后他回到拉玛 因为他的家在那里 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 且在那里为耶和华 逐了一座坛 今天我们就要看 圣经上所记载的 这四个地方 撒木尔做了四十年的事实 但是圣经只记载了 他寻回在这四个地方 也记载他的住处 还有他在住的地方 逐了一座坛 好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这张地图 那么这地图呢 就特别讲到 撒木尔他的执事 我们看见 起先进美帝之后 那个约柜 还有帐墓 是放在四螺的 但是 因为以利一家的邪恶 他们把约柜呢 带去打仗 结果呢 被打败了 约柜也被掳了 那不久之后呢 赤罗 这个地方呢 也被菲利斯人毁灭了 那 那 撒木尔的执事 他是 在这个叫做 伯特利 那么伯特利呢 各位看见 这叫 Bethel Bethel 那前面BETH呢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 就是讲到家的意思 那后面EL呢 是讲到神 神的家 那 那 撒木尔是在 伯特利 然后他从伯特利呢 去了 在约旦河边的 叫做吉甲 然后他又 到了 叫做米斯巴 主要他在这三个地方寻回 然后后来 他要 每天呢 他就回到了 他的家 叫做拉玛 他的家在那里 然后他在拉玛 读了一座坛 那么圣经上面呢 写的就是 撒木尔他的执事 主要就在这四个地方 另外 我们还可以看见 以色列当时的 最北的城市 是叫做旦 最南的 叫做别士巴 所以从旦到别士巴 这是讲到 以色列的全境 当当撒木尔成长的时候呢 神没有借得以利来说话 神是借得撒木尔来说话 那么圣经上也记载了 从旦到别士巴 就是从北到南 全以色列人都知道 神立了撒木尔 做生严者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呢 就是跟各位来介绍 伯特利 吉蒋 米斯巴 拉玛 这四个地方的属灵意义 还有对我们 有什么应用 伯特利这个名字的由来 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叫雅各 他是 各种的手段 就是要占便宜 他欺骗的爸爸 把那属于哥哥 以扫的祝福骗来了 哥哥气得要杀他 于是爱雅各的妈妈 利百家 只好把雅各送走了 去投靠远方的舅舅 叫拉班那里 那创世纪二十八章 时候就记载了 雅各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下 就在那里过夜 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枕在头下 在那里躺过睡着 那这个呢 是当时可以想想看 照着这个描述的话呢 雅各到了这里呢 因为天黑了 他是没有过在一个人的家里面 也没有旅店的 他是在野外的 他连枕头呢都没有 他是拿石头做枕头 在那里躺过睡下来 那可以想象到当时呢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野地 也可能会有野兽 财狼鼓抱来 也可能会有强盗 那他是孤单单的一个人 在那里 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顶通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 说 我是 耶和华 你主 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 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 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成沙 那样多 必像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 得福 那你想 雅各呢 在这里 他做梦的时候 他的梦里面呢 最主要第一个事情看见的 就是有一个梯子 这个梯子呢 是立在地上 表示这个梯子呢 是有一个根基在那里的 但是他的顶呢 是通到天上去 那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是上去 下来 上去 所以这边先讲上去呢 表示这个梯子是在地上 然后是先上去 然后再下来 耶和华 神是站在梯子上面 那表示神呢 是在天上的 那么神对 雅各怎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介绍他是谁 他是 雅各的主 主妇 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他父亲 以撒的神 那介绍完之后呢 神就给他一个应许 要把你现在躺卧这个地 这个地呢 是要给你 还有你的后裔的 那雅各这个时候呢 是单身一个人 他八字还没有一撇 但是神呢 已经说你的后裔 要像地上的沉沙那么多 而且呢 他们要向东西南北开展 最后地上万族 也会因雅各 还有雅各的后裔得福的 看哪 我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守你 使你归回这地 所以这个是神 第二个应许是说 神会跟他同在 不论他到去了哪里 神的手 必定会来保守他 使他归回这地 你可以想想看雅各 他当天晚上在那里睡的时候 他心里的忐忑不安 现在他父亲的神 祖父的神 跟他显现 而且跟他有这么大的祝福 还有神会跟他同在 要保守他的 那这个听起来 是非常非常好的 神说我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就了 向你所应许的 神是愿意跟我们同在 雅各醒了之后 就把这个地方 命名为伯特里 接着说雅各睡醒了 就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他就惧怕 说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家 也是天的门 你看好 前面神 像这位孤零零的雅各 而且在旷野里面 这个过夜的雅各 说了他是谁 但是雅各呢 这个时候 他听到神给他这个应许 而且说神会不离弃他 会给他各方面的保守 他的反应应该是 感谢赞美主 可是没有 他是惧怕的 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 terrible 这个不是别的 我来到了神的家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 因为根据他们考古的资料来看 就是当时的迦南人 他们的神都是一个小小的 大概是三寸高左右 一个偶像 那么当他们要求神的时候 他们要到这个神像的面前 然后去祷告 去求 所以雅各呢 他长在这个环境之下 虽然他的爸爸 他的祖父 是非常非常 跟神是非常有交通的 但是对雅各来讲 雅各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父亲的神 祖父的神 不是他的神 你晓得雅各其实他当时呢 长大 他是在全世界最好的儿童班 因为这儿童班里面的老师 还有园长 就是他 亚伯拉罕跟以撒 这个是全世界最好的 最认识神的两个人 可是雅各 是完全不知道 那他以为神呢 就这么小的 那么向他们去求的时候呢 要到这个 这个偶像前面去的 那现在雅各已经走了一天的路了 至少有几十公里了 有点像什么 像我们现在的Wi-Fi 我们以为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Wi-Fi只有在这个房间里头 那你走稍微远一点呢 到了五十公尺之外的话 你就收不到Wi-Fi的这个信号了 但他这里想说 哇 我走了这么长的 几十公里了 耶和华还在这里 我还以为耶和华还在我家里头呢 但他是在这里的 我竟然不知道 所以他里面有惧怕 哇 原来这位神呢 不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偶像 他在这里 这地方何等口味啊 当他看见这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神的家 一个叫做天的门 等一下我们会来讲 雅各清晨起来 就把那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 浇油在上面 他那时候呢 身上没有带什么其他东西 但他这睡的枕头呢 本来是给他安息了枕头 他把那石头立起来做个柱子 浇油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但那个城呢 起先名字是叫做路斯 路斯在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分离 想想看雅各这时候呢 他是离开他家了 离开他的亲人了 他前面的路是完全不知道 但在这里头呢 他就碰到了神 他也知道这里就是神的家 雅各许愿说 你看他那时候 不晓得这个神是真的还假的 他只说哇 这个神是很厉害 所以他只能许愿 神若我与同在 若与我同在 你看神对他说的话 但他是从来就没有 直接跟这个神接触过 所以他这时候呢 抱着一个假设的态度 如果神跟我同在 他求的第一件事情是 在我去的路上保守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的 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你看雅各呢 他不记得刚刚神跟他说的 你要有后裔 还有这整个地呢 都是给你跟你的后裔的 而且你的后裔要很多很多 要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的万国都要因 因你们这个后裔要得福的 他不住 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他所关心的 说他现在他的切身需要 他说第一个是保守我 就给我平安啊 像我今天晚上在这个旷野里面 我真的不晓得会有豺狼野豹 或者是这个 有这个强盗会来 所以我需要平安 然后呢 给我食物吃 那些山珍海味 我先不讲了 全地成为祝福 我想不到那个 但是呢 我每天有一碗泡面吃 叫我肚子不二 还有衣服穿 天气冷的时候 我不会受寒挨冻的 然后你要让我平平安安 回到我父亲的家 这些条件都答应了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哇 他的口气还蛮大的 如果还要是说 如果神啊 你不是帮我完成这些事情 我还不考虑 你能不能做我的神 我们人一个小小的人 一个无助的人 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 但是呢 要把这位伟大永远的神啊 做我的神啊 我们的条件还蛮高的 好 后面他说 我以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 也必做神的家 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了 石头是跟神的家 是有关系的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他这个心意向的很好 但是你看雅各呢 就是所有犹太人的祖先 他们是非常非常会算计的 你看神你给我一百块钱 我必定会把十块钱献给你 那我赚了九十块钱 所以雅各这时候 就连他现在十分之一呢 还是为他自己的 我们人呢 所想所算的 就神给我多少 但是我 我会有一些东西回报你 雅各第一次离家 经过野地 前面的道路不明 他必定呢 整个晚上是心惊胆跳的 睡不好的 他梦见了这个立在地上的天梯 你看是立在地上的 所以是吗 是把地连到天 然后也把天带到了地上 野华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说他自己是雅各祖父和他父亲的神 这对雅各应该是个大好信息 而且还应许要给他许多后裔 并要承接这块美地 也会把他平安地带回来 雅各醒来之后呢 应该是大声赞美 感谢才对雅各 哇 现在是这位神啊 而且他那时候以为这个江南人 他们的偶像 那个神的法力的 神的能力不是很大的 但他想这个 这个神给他这么多东西 他想都没想到的 但他至少说 哇至少是有平安的 他应该感谢了 所以他不晓得这个神的能力有多少 他还要再往前走的 神的这个Wi-Fi range 是不是能够继续 一直一直打到那里去的 他没有一点把握 雅各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呢 就神的那个Wi-Fi range 是很小的 现在跑到这里来了 我竟然不晓得 他长得这么大 都是看他祖父和父亲 来跟神接触 自己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神 我们今天信的主 我们也要自己跟神 是有直接的接触的 弟兄姊妹的神 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历的 我们需要也来直接的 跟神有接触 雅各就惧怕 你看他的反应 他不是赞美 不是感谢 他惧怕呀 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 所以我们第一次呢 雅各呢 这第一次看见 神的能力呢 神的Wi-Fi range 就是这么长这么远的 而且还给他的祝福 讲的是这么大的 这完全不在他的想象中 这地方何等可畏 我们对主的认识 也是跟雅各差不多 我们把神限制的很小 我们不晓得神是有多大 像人从来没有出过电的 不晓得那个电呢 那个power是有多大的 神要赐给他 神要赐给他后裔和地 但他只想到自身的平安 神会来保守他 并且有吃的 有穿的 这些是他所关心的 当神给了他所需要的 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 到那个时候 他才愿意把耶和华 当作他的神 他的条件还蛮高的 我们人所顾念的 远远低于神 想要给我们的祝福 神给我们的祝福 你可以想是 这么大这么大 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但是我们所想的 今天我们所挂虑的 是平安 有吃的 有穿的 然后平安 回到我的父亲的家里头 神的想象 神说给我们的 是超过超过这些 我们所想的 伯特利 神的家 耶和华神在雅各孤独 流落在野地中的时候 向他启示了 神在地上立了一个天梯 这个天梯能把地连于天 也把天带到地上来 这个就是神的家 神的家 是把地连在天上的 而且借着这个天梯来连接的 神还应许雅各要成家 有许多后裔 但雅各所成的这个家呢 要成为神跟人的家 所以后来雅各呢 他有十二个儿子 这十二个儿子呢 就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以色列人 后来就成了神在旧约里面 神的选民了 这是神的家 神造了人 但是这些人犯罪了 多躲神 不认识神 不要神 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需要 每个人都想成家 父母亲看到孩子大了 也说你要成家了 但是没有一个想到说 神也要成家 神要把救恩给人 不是只叫人的各种短暂 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更是叫人能够成为神的家 叫神也能够得到满足 在伯特利 一个孤独却是全能的神 遇见一个孤独无助的人 神会照顾这人一切的需要 并为他成立家事 也承受土地 成为万国的祝福 可是我们人的眼光短浅 只看见自己短暂的需要 不知道神 这位永远无限的神 他也是有需要的 他要来得到一个家的 伯特利 是雅各生命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 他只是风文有神 但在这里 他第一次见到耶和华神 并且看见一个天梯 耶和华神 站在天梯以上 所以他就把这个 有天梯的地方 称为天的门 并且命名为伯特利 就是神的家 我们也希望 我们每位信主得救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 也有分水岭 就是我们从 只顾到自己需要的 我们遇见了神 我们开始 就是看见了神的家了 从这个之后 我们就有对神的家的经历 这个天梯和博特利的意义 这个天梯在约翰福音 一章五十一节 主耶稣说了 他说你要看到更大的事 就是天要开了 死者要站在人子的身上 上去下来 主耶稣在那里讲说 他是那个人子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天梯呢 其实就是雅各做梦里面 这个天梯 就是基督 所以天梯在旧约里面 对雅各是那个梦 但是到了新约时候呢 基督来的时候呢 他就是这个实际的天梯 神是借着基督这个天梯 把天带到地上 又能够把人带到天上去 博特利是天梯的所在之处 是天的门 基督所在之地 就是天的门 哪里有基督 哪里就有一个门 是天的门 神的家 向他打开了 所以天的门呢 基督所在之处 就有博特利 就有神的家 到了新约 提摩太前书 三章十五节 我们看见 活而神的家 就是造会 所以造会 不是一个物质的建筑 也不是只是一些人的聚集 这些 这个是活神的家 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 神要有这些 有他生命的人 在一起成为神的家 并且有基督作为天梯 作为这个实际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处 叫做吉甲 丘高 吉甲 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过了四十年的飘荡 他们渡过约旦河之后 就在约旦河的西边 靠近约旦河那里 就安营了 第一处他们在那里 在美帝上面 安营之处 因为当时呢 在美帝 他们下过来 就打耶利哥了 很多很多都是 迦南人他们所占领的 那以色列人是在这里安营的 那么会幕呢 当时也是安置在这里 耶和华命令 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 但在他们攻打迦南地之前 需要在此先行割礼 因为有他们在 这过去四十年 在旷野里面所生的第二代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行过割礼 那么第一代 他们出埃及的人呢 因为不信神 就倒闭在旷野了 现在来到这里的呢 这几乎都是 他们是第二代 那么神 先让他们行割礼 你晓得行割礼的时候呢 是疼痛的 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 雅各的儿子呢 曾经在世界那里 因为他们的妹妹 被 这个欺负了 所以呢 西勉还有利未 两个哥哥呢 就非常的生气 就用这个 说好 你们呢 世界的人愿意呢 行割礼的话 我们就 我妹妹就可以嫁给你们 那记得他们呢 行割礼的时候 疼痛不安的时候 是没办法起身的时候呢 这个西勉跟利未 两个人呢 就进去把他们 这个所有男的 全部杀了 所以你看看 在这里头 静美帝了 他们前面是有 很多很多 迦南人的战争要打的 但是神呢 却教他们 第一件事情 行割礼 而且他们行割礼的时候 他们想说 会不会敌人 会不会来攻击啊 没有问题 神吩咐的事情 他们照着做就是了 那我们看见 割礼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 亚伯拉罕 凭着他天然的肉体 他没有祷告 他没有借着神的应许 他得到自己的肉体 生的儿子叫以什玛利 就是后来 今天所有的阿拉伯人 那这件事情 神是非常不高兴 有十三年之久 神没有跟他说话 那神再跟他说话的时候 就是让他们要行割礼 就是要割去 他们能够自己做的 不需要神的 这个肉体的行为 肉体的能力 然后借此 也从他们的身上 滚去埃及的羞辱 他们在埃及住了四百多年 那他们在埃及也学了 很多埃及人的各种的 生活的方式 知识各方面 但是呢 神却看这些是叫做埃及的羞辱 尤其他们后来 在埃及为奴隶 这个名声呢 他们就是一个羞辱的 那他们记得行割礼呢 就把这个所有的 埃及的羞辱也除掉 所以吉甲这个事情呢 这件事情呢 是讲到他们行割礼 也除去埃及的羞辱 以色列人就在吉甲这里 过了第一个羞辱节 第二天 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出产 玛拉就在当天停止了 我们看见 他们在此转换了食物 他们过去四十年 天天有神 叫玛拉给他们吃 但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要吃当地的出产 后来耶稣亚带领 以色列人征战 就是以吉甲这个地方 为大本营 每次打仗之后 都回到这里来休息 然后再度出发 所以这里呢 是他们 必须一直回到这里来 那什么意思呢 就他们也一直要 不平的自己天然的肉体 那我们也看见 其实他们后来的打仗呢 完全就是神为他们征战 只要他们 不凭他们自己的肉体的话 他们跟神是一的话 每战必胜 因为是神为他们征战 因此吉甲是以色列人 进入美帝的第一战 就是要除去肉体的行为 埃及的影响 才能够享受神应许的安息 第三处地方 叫做米兹巴 米兹巴这个意思呢 在原文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守望台 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是可以向前面看的 就像是一个守望台一样 那指着什么 它这里守望 然后有什么 什么危险的事情呢 它会警戒人 但是这个事情呢 在以色列人后来 这个将成为祷告的地方 这是祷告的意思 讲到米兹巴 就是祷告 那我们真正的守望 是在祷告中 我们才有神的眼光 来看这件事情 然后警戒人 也不是我们 去口头的警戒 因为很多的警戒 我们说的 人是不听的 我们是借着祷告 所以米兹巴呢 这里头 真正的意思讲是祷告 那米兹巴在哪里呢 就在撒末尔 记得七章五到六节 撒末尔 使以色列人聚集到 米兹巴那里 他说我好为你们 祷告耶和华 所以以色列人就来了 聚集在米兹巴 你看撒末尔记的祷告 以色列人就在那里聚集 向神认罪 使他们除去了偶像 他们也全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人在这 进入美帝的三百多年里面呢 他们满了各式各样的偶像 虽然神借着不同的事实 来拯救他们 但是他们的偶像没有除掉 是撒末尔在这里头 能够借到他的祷告 以色列人心里头呢 认罪了 他们反悔改了 转向神了 他们除彩除去的偶像 才归向了耶和华神 那菲利斯人听见呢 他们在那里头 他们就来攻击 就打到米兹巴 要攻击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听见呢 就非常的害怕 撒末尔就为以色列人 向耶和华神献上祭物 耶和华就向菲利斯人 大发雷声 惊乱他们 他们就在以色列人 面前被击败 以色列人从米兹巴出来的 追赶菲利斯人 击杀他们 我们看到这张记载的时候 其实这里头呢 在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撒末尔正在 献上祭物那个时候 耶和华就发雷声 那你看这个雷声 发的时候 应该是菲利斯人 跟以色列人 双方都听得见呢 可是 以色列人听见 没有被惊乱 反而是菲利斯人被惊乱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菲利斯人就被击杀了 就溃逃了 所以我们看见 米兹巴这个地方 就是撒末尔 为以色列人祷告 在这里守望 使以色列人认罪 除去偶像 全心归向神 也是向耶和华神献祭 耶和华就使他们 胜过了仇敌 最后我们来到 撒末尔的家乡 他住在这里 这里叫做拉玛 七章十七节 随后撒末尔回到拉玛 因为他的家在那里 他也在那里审判 以色列人 其在那里为耶和华 竹了一座坛 这里拉玛呢 是撒末尔的家 但是有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标示呢 就是他在这里有竹坛 他在其他地方没有竹坛 那竹坛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噪 他在进入美地之后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竹了一座坛 所以神 跟亚伯拉显现 讲说 他曾经应许说 这个地要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 那亚伯拉罕进入美地了 那神又把这句话 跟他想 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 就为了纪念 神是跟他显现 而且重复 神给他的应许 他就竹了一座坛 竹坛是什么 是为了敬拜神的 是将我们自己的所事并所有 为着神的定子来献给神 我们人 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每个人呢 其实都在 我们自己要盖一个碉堡 盖一座塔 这叫我们的名声呢 可以成就 可以很高很高的 那被叛的人呢 他们起来呢 就是盖那个八叠塔 他们呢 要啥塔通天 叫他的名声呢 可以传扬出去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为自己来盖的一个塔 但是这里呢 我们看见 竹坛是向着神 是把我们自己的所事 所有是来献给神 竹坛 所以是一个作为 对堕落背叛之人 所造的八叠塔 一个相反的见证 世人在那边建一个塔 要通天 每个人都把他的名字 写在一个塔上面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生活 我们因为拉玛色 他的住处 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生活的中心 是向世人的八叠塔 一个相反的见证 我们是来 把我们的所事 所有是来献给神的 我们是为着神 是向着神来活的 世罗就是当时的约会 还有帐墓呢 是摆在那里 那么后来约会被掳了 世罗被毁之后 撒墓就返回到家乡 拉玛 他也学习亚伯拉罕 筑了一座坛 见证 你看这个坛是摆在那里 不是在 没有在伯特利 也没有在那个吉甲 也没有在尼斯巴 是在他住的家 拉玛那里 就表示什么 他的家 他的生活 就是过一个为着神 也是向着神 而活着生活 好 我们把这四个地方呢 我们都看了一遍 我们先来看 总结一下 撒墓的执事是什么 好 撒墓每年寻回于 伯特利 吉甲 米斯巴各地 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 随后他回到拉玛 因为他的家在那里 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 其在那里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撒墓尔进职的办公室 还有他的工厂 就在伯特利 吉甲 米斯巴 这三个地方 表示他的工作与侍奉 就是为着神的家 伯特利 使神有个家 你看他的第一项是什么 就讲伯特利 还有各位记不记得 刚刚我们看的地图 伯特利是在那里 是最北的 是最高的地方 所以伯特利 是撒墓尔工作 侍奉的方向 也是目标 要是神在地上有个家 他的服事凭借 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 他的天然的肉体 他是要割去所有天然的肉体 然后他也要脱去埃及的影响 这个世界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我们都要脱去 记不记得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 神说要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 还有约束亚到美地 看见有一个人 拿出来一个拔出来的剑 那个人也说 你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 我们到神的面前 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世界的野心 世界的做法 带到神的家里面来 我们也要脱去 所以我们要脱去 我们天然自己的能力 天然的肉体 也脱去世界给我们的影响 那我们是要怎么做工呢 就是在米十八 我们是帮助神的子民 来转离偶像 一切取代耶和华真神的东西 是怎么做工呢 接着祷告 还要接着呼求耶和华神 米十八就是祷告 在这里 我们接着呼求主耶和华 就能够打败仇敌 最后看见祂的生活 在拉玛 祂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表示说 祂是向着神而活的 祂整个生活是向着神的 不是讨任何人的喜悦 祂的方向 祂一直抬着头 看着神 是为着神的喜悦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看 伯特利对我们有什么应用 撒木尔一生的执事 就是为着神的渴望 要得着伯特利 神的家 神上设立撒木尔 为中性的祭司 是照着神的心意 把人带到神的家中 那我们今天 我们在地上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也看见 神的家是我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的优先期 我们看看主耶稣的榜样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主耶稣说 我为父的家 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当他看见呢 人把那个圣殿里面的 这层贩卖牛羊鸽子 还有换铃钱的 这什么 哇 它里面是 像火烧一样 神的家呢 居然败坏成的贼窝了 主耶稣在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当他要上十字架的 那天晚上 他跟门徒呢 说了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我去是为你们 预备地方 所以主耶稣去使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在法理救赎上面 可以跟神啊 可以和好 可以被称义 这个还是其次的 主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是可以住在父的家里 主的救恩的最后 是把我们都带回到父的家 摩西在《希伯来书》第三章 说到摩西在神的全家中信 这怎么说呢 你看以色列人 拜金牛途之后 神是非常愤怒 神说这个百姓呢 真是悖逆的人 我把他们杀了 但是呢摩西我把你的你的家设立成为代替他们的 摩西完全没有考虑到那件事情 摩西就为以色列人代求 所以摩西呢 摩西呢 是向着神的家里面中信 大卫 大卫有很多很多的诗篇 我们就举一个大家非常清楚的 知道的 就是诗篇二十三篇 它一共只有六节 但最后一节是讲什么 而且结束在 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诗篇二十三篇开始 耶和华是我的好牧人 我所有的需要 我都不知缺乏 啊 他带着我们啊 这个青草地 有水边 走我另一趟的路 然后呢 我经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配惧怕 你在敌人面前 为我摆设言席 是我的头 高油 这个满意 福杯满意 他最后什么 神的这一切 最后是要的 让我们可以住在神的家里面 大卫还说了 诗篇二十七篇 有一件事 我尘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们是住下来的 我们是不离开的 而且我们住在这里 我们要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来求问 就是呢 我们是一直跟他求问 一直跟他是有沟通的 以上我们只能举着 主耶稣 摩西跟大卫 这些例子 都是他们是为着神的家 我们得救之后 只有在神的家 就是在照会中过生活 我们才能够找到天的门 有基督做我们的天梯 使我们过 在地若在天 神与人同乐的生活 即将对我们的应用 我们在照会生活中 不凭着自己天然的肉体 能力来侍奉 也不用埃及的方法 跟方式 这在神看来 我们用了自己的肉体 还有埃及的方法 这是个羞辱 我们要把这些除去 除去不讨神 喜悦的肉体 跟世界的做法 只凭着调和的灵 来侍奉 过一个极假的生活 这是在美帝 生活征战 得安息的大本营 因为罗马书第八章 说了 因为至于肉体的心思 是与神为仇 因他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的 在肉体里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悦 我们如果凭着 我们天然肉体 我们做了 来做了 而且神是不喜悦的 是与神主为仇的 那怎么呢 好 罗马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 保罗说 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 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 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 来侍奉 菲利比书三章三节说了 征受割礼的 乃是我们这 凭神的灵来侍奉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不信靠肉体 所以我们看见 罗马书一章九节 跟菲利比书三章三节 连起来 一章九节说到 我们在灵里面侍奉 菲利比书三章 是说到 我们凭神的灵来侍奉 这就是说 我们是要凭着 调和的灵来侍奉 米斯巴对我们的应用 沙姆尔在这里 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为他们祷告 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了 当天禁食 他们就认罪了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飞里斯人听见 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以色列人首领就上来 要攻击以色列人 撒木尔就献凡祭 接着祷告 呼救主就得圣养 我们的侍奉 在灵里的侍奉 就是祷告 我们的祷告 能够让神在弟兄姊妹的心里 做工 让弟兄姊妹认罪 转离偶像 单纯的来侍奉主 我们自己不能够绝对像着神 但是有基督做我们的凡计 祂是绝对像生活的 所以我们经常要按照祂的头上 来与祂联合 祂是绝对的 所以祂能够做我们里面的绝对 我们与基督联合 主就为我们争战 打败仇敌 最后我们看 拉玛对我们的应用 记得拉玛 这个是沙默的家 是祂生活起居之处 在那里祂为耶和华 组了一座坛 祂的生活是向着耶和华神而活的 我们的生活也该向着主来活 我们要学习与祂是一 我们像有时候祷告说 主啊我与祂是一 但是我们还没有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学习跟祂是一 哥林多后书五章四四到十五节 原来基督的爱困破我们 因我们断定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像自己活 乃是像那替他们舍复活着活 所以这里头呢 保罗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 像 表示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焦点 就是向着主来活动 我们后面有动力 基督的爱 像洪水一样 推动着我们往前 我们的眼光 推动方向 就是来讨主的喜悦 向着主来活 撒木尔从孩童开始 他的一生 就一直活在耶和华面前 忠心侍奉 讨神的喜悦 我们也愿意 活在造会生活中 每天有新鲜的奉献 向神活 我们不活肉体与世界 我们站在米斯巴来祷告 带领神的子民 悔改 征战 并且得胜 现在在疫情犯弹的时候 美的我们各种情形 都有动向方向 但是感谢主 我们今天是 在造会生活中 就是在活特利 我们也不活肉体跟世界 我们是在调和的灵里面 来祷告 在米斯巴来侍奉 我们是向着主来活 求主纪念我们 撒木尔是一个好榜样 撒木尔的也所经历的 我们也愿意一步一步的来经历 祝福大家 好 我就交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